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沫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15号星期五 亚太时间是7月16号星期六 最近中共很有些反常 以往是战狼成群不断放硬化挑衅 但是最近有三件大事 还没见到中共有任何反应 一件就发生在今天 另一件是发生在昨天 第三件事是发生在前几天 这三件事都是针对中共 非常明显 但是中共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临近二十大了 中共的各方势力都在谋求更进一步 希望分得更大的一块蛋糕 连习家军的内部都出现了暗战的动向 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刀把子这个位置 福建帮的王小洪想要更进一步的话 他需要过支江新军这一关 那中共没有反应的第一件事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 这件事就是美军军舰本福德号 今天是第二度驶入有主权争议的海域 而且美军是公开的点名中共 并且说这是对北京的挑战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今天的新闻稿中表示 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 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 在南沙群岛附近执行航行自由行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第七舰队强调这次行动 直接点名是挑战中共等国家 对南沙群岛无害通过的限制 美军在新闻稿中表示 中共越南和台湾违反了国际法 声称在军舰无害通过相关地物的领海之前 需要获得许可或提前通知 但是美军表示在南海非法和广泛的海洋主张 以对海洋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包括航行和飞跃自由 自由贸易和畅通无阻的商业 以及南海沿岸国家的经济体会自由等等 新闻稿中还说 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 这是美国坚持的一项原则 只要一些国家继续声称或主张 拥有超出其在国际法下的权利 美国将继续捍卫并保障所有人的海洋权利和自由 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受到恐吓或胁迫 而放弃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美国军队每天都在南海行动 正如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 第七舰队还表示 这次航行自由行动 维护了国际法所承认的权利 自由和对海洋的合法使用 美军似乎是怕中共听不懂 所以特别强调 这次行动挑战了北京、越南和台湾 对南沙群岛武害通过的限制 美军新闻稿中说的是 挑战了北京、越南和台湾 其实我们觉得实际上 越南和台湾很可能就只是陪绑 美军真正的矛头指向就是中共 大家知道 中共当局几乎对整个南海都提出了它的主权诉求 中共还在一些南海的领土上 建造了人工岛、包括机场等等这些大型设施 甚至将南海军事化 这就引发了印太地区对北京当局意图的担忧 六年前的7月11号 国际法庭曾经做出过一项裁决 裁定中共对南海的全面主张无效 因为南海是每年价值约3万亿美元的船舶贸易通道 但是对国际法法庭的裁决 北京是从来没有接受过 那中共无视国际法庭的裁决 继续在南海实施它的扩张 就是周边的那些国家感到了不安 在中国的咄咄逼人之下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台湾 都有相互的竞争 而且也经常有重叠的领土主张 中共是实施扩张在先 所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等国家 安全都受到了威胁 因此才出现了相互竞争 并且有经常重叠的领土主张 而在中共威胁国际社会之前 南海周边国家一直都在遵循着国际法 彼此是相安无事 其实我们换句话说 是中共搅动的四邻不安 使整个南海都不太平了 所以说美军驱逐舰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 其实就是在针对着中共 越南和台湾就是陪伴 这已经是本福德号在一周之内 第二次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了 13号本福德号曾经使出了 有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 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之内行动 当天中共的军方就声称 是对本福德号进行了驱赶 在当天的回应中 中共的南部战区发言人田军表示 说美军的行为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是对中方主权安全的侵犯 田军还声称部队时刻保持戒备状态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等等 大家看上次这个话 中共说的挺硬的 但是这一次奇怪不奇怪 本福德号不仅在南沙群岛附近的航行 而且美军是公开点名中共 指出这是对中共的挑战 这种情况在以往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是在往常的话 那中共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回应 起码要放出几句硬话 以显示我不怕你 但是这次很反常 美军新闻稿都已经出来几个小时了 而中方却一直是没有动静 截止到我们录今天节目的时间 中共方面依然是保持着死一般的成绩 从保持沉默这一点 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判断 中共很可能没像上次那样 对本福德号进行所谓的驱赶 如果有类似的行动的话 那以中共的特点 他一定会主动的说出来 以显示自己的强硬吗 但是这次没有 甚至连个回应都没有 中共为什么没有动静了呢 是怕了吗 大家知道美军直接点名中共 并且毫不隐晦的说是对北京的挑战 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在对着中共较震 很有不服来战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有位网友就嘲讽 说美军的行动就是跟中共黑道说 这地盘不是你的 笑你不敢打 只会嘴炮 中共不敢回应的第二件事 是美国将要向台湾再次军售 美国国家大楼昨天宣布了 说国务院已经批准了 大约1.0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项目 其中包括战车相关零附件 及后勤技术支援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这份军售案将有助于 维持台湾的载具小型武器 战斗武器和后勤支援物品 实现台湾维持军事能力 并进一步加强于美国和其他 盟友的协作能力的目标 中华民国外交部在今天 有一份表示 说已经接到了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了 外交部在表示欢迎的同时 是感谢美国政府能够持续 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 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台湾外交部表示 美国对台军售 充分展现美国政府 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 将对台军售常态化 将有效的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面对中共的军事扩张和挑衅 台湾有高度自我防卫的决心 也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及不对称战力 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 他说台湾会持续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捍卫国家安全与国人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台湾也会与全球的民主伙伴携手合作 为全球以及印太地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贡献良善力量 面对美台之间的这些互动 中共方面还没有对最新的军售案做出回应 时隔一天都不做回应 对中共来说也是相当罕见的 大家知道上一次 美国对台军售是今年的6月9号 美国向台湾提供舰艇的零附件 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援 军售总额是1.2亿美元 就在美国宣布这个决定的当天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在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赵立坚当时说 美国对台军售违反了一中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 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共反对这么做 并且进行强烈谴责等等 但是这一次 中共没了动静 战狼们好像集体都趴窝了 为什么中共对美国的对台军售 好像没有了反应呢 为什么战狼不狼了呢 台湾外交部在声明中提到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次对台军售是拜登政府上任 一年半以来第五度 也是今年第四度宣布对台军售 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 发现这五次的对台军售总额 共有是11亿7300万美元之多 接近12亿美元 这种军售的额度和贫度 已经证明美国是正在按照计划 一步步将台湾给武装成刺猬 全面提升台湾的军事现代化 以应对中共军队可能发动的第一波攻势 一年半的时间就有五次军售 特别是今年才刚刚过了六个半月 就有四次宣布军售 这个密度是相当大 这是否意味着无论台湾提出什么样的军事需求 美国都会答应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今年后半年 美国还会不会有对台军售呢 拜登后面还有两年半的任期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边 拜登还会有多少次对台军售呢 查阅历史资料呢 我还发现 美国的对台军售啊 几乎每届政府都有 但是都出现了一个特点 就是都是中共表现的张牙舞爪 咄咄逼人的情况下 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会多一些 密集度大一些 中共越是装出要武装攻打台湾的 这样的情况下 那美国的对台军售就越频繁 换句话说 美国频繁的对台军售 实际上就是中共自己招来的 中共越折腾 美国就越频繁的对台军售 难道是战狼们看懂了这一点吗 再来说啊 中共不敢回应的第三件事 就是每日大批量的军机 在日本海 东海和太平洋 三次大规模的联合演习 日本共同社引述航空自卫队的消息 说三次演习分别是在7月6号 7月11号和7月12号进行的 日本防卫省在新闻稿中表示 参加演习的战机 包括十几架F-22隐形战斗机 四架F-35隐形战斗机和13架F-15战机 另外还有20架日本的F-15和F-2战斗机 以及美国E-3空中预警机 KC-135空中加油机和P-8巡逻机等等 演习的内容包括管制和空中加油 由组织推进战斗步骤的战术演练 日本在声明中表示 这次大型联合演习是为了加强协调 以增强美日联盟有效威慑等力 美国的空军对这三次的演习 没有发表评论 但是在上个月 他们有一份新闻稿 其中腾提到说美国空军 从夏威夷的国民警卫队 向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 派起了12架F-22战斗机 在当时的声明当中 美国空军表示 这些F-22战斗机在日本执行各种任务 以加强保卫日本行动准备 并确保印度太平洋的自由和开放 需要指出的是 这次的美日战机联合演习 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演习的突然性 我们知道 美日两国它的战机演习 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可循 双方有例行的军演 有固定的时间周期 将会进行各种战术编队 飞行等常规训练 但是这一次来得很突然 我们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 这次演习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军演 而且这次军演当中 还进行了空中加油机 支援多型号战机进行远程疏散 模拟机场被大规模导弹损毁后的 空中支援行动等等 所以这次的军演让外界感到很意外 第二个特点就是 这次的美日战机演习 有一处相当敏感的地点 就是东中国海海域的南西珠岛上空 东中国海也就是东海 位于这片海域的南西珠岛 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日本领土 位于东海南部的尖阁群岛附近 尖阁群岛中方的称呼是钓鱼岛 中日在这个无人岛这儿 一直有主权争议 双方在这片海域时常发生一些摩擦 大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所以这片海域可以说 是中共的一个敏感地带 那如今美日空军 共出动52架军机 在中共敏感的这片海域上 进行战术演习 这就意味着一个相当明显的问题了 它既是在模拟 在特殊事态下的 美日协同防空能力 同时也意味着 这是美日联合在对中共发出警告 按往常的情况 美日在这片海域要是演习的话 那中共方面怎么也得伸出头来 沸沸两声 但是这次没有 真的没有 你愿意飞就飞吧 我就是装作看不见 为什么 太吓人了 美日两国参加演习的 都是高配的战绩 数量这么大 谁知道会不会有人飞错了方向 跑到珠南海扔下两颗铁驼呢 当然这是咱们开玩笑 但的确就是奇怪 中共对美日联合演习 就是不吭声 这三件事 都发生在最近 中共都是没有反应 让人很奇怪 战狼怎么变成了病猫了呢 当然了 战狼的任何表现 我们知道都是中共当权派的一个折射 那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是不是北京领导人 现在无暇去关注这些事了呢 今天上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 习近平的浙江帮和福建帮正暗中决力 说的是习近平派系中 莫有实权的两大帮派 在二十大前正在进行权力争夺 自由撰稿人杜正表示 习近平用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熟人 早年他的福建 在浙江和上海等地任职时的旧部 统称为是习家军 随着习近平执政的延长 习家军逐渐出现了两个权力最突出的集团 分别是福建帮和浙江帮 浙江帮又常常是被称为支江新军 但这随着二十大的临近 虽然同属于习家军 但是福建帮和浙江帮之间 也出现了权力争夺的动向 文章认为福建帮正在得势 其中以风投正盛的 新任的公安部长王小洪作为代表 习近平上任以后 将王小洪是从福建先是调到了河南 然后又从河南调入北京 移植布局升到公安部部长 并且兼任盯紧一众高层领导人的特勤局局长 可以说王小洪是习近平最值得信的 中南海第一护卫 有不少观察人士认为 以王小洪的升迁势头 特别是习近平对他的信任 王小洪可能在中共的二十大上更进一步 有可能去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替习近平完全掌握这个刀把子 另一个福建帮的代表人物 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她曾经在福建官场16年 虽然之后她在浙江 也曾经任之年头不短15年 但是从籍贯来说 生于福建的蔡奇还是属于福建帮 还有一个实权派的福建帮人物 就是现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何立峰经常跟随习近平在国内考察 他的个人风格跟习近平是比较贴近的 所以外界分析认为 他可能会在二十大上也是更进一步 在军队当中 福建帮也有一个实力派 就是现任的军委委员苗华 生于福州的苗华曾长期在驻福建厦门 南京军区辖下的31军任职 与曾经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两个人关系十分密切 在中共二十大上 苗华很可能要接替张又霞的军委副主席职务 成为保习的最大军头 替习近平是紧握枪杆子 我们再来看浙江帮 浙江帮目前负面消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浙江帮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作为代表 很多观察者认为李强将会接替李克强的总理职务 至少也是副总理 但是前段时间 上海执行严苛的清零政策造成的民怨非常大 所以有分析认为 可能会影响到李强的二十大入场 但是杜正认为未必是这样 因为得罪老百姓坑害老百姓 并不能阻止中共官员的高升 就像当年的江派官员韩正 背负着大量的丑闻 甚至身负外滩踩踏命案 照样被塞进了政治局常委会 浙江帮另一个实权派的人物 就是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陈明尔早前 一度曾经有人盛传说他有望接替习近平的位置 十九大省直接入场 但是直到目前我们看到习近平并没有退位的意思 所以陈明尔近两年变得相当低调 最近的表忠潮 也没看到陈明尔有什么刺眼的捧习送习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也是浙江帮的一个实权人物 不过他最近陷入了河南村镇银行弊案的麻烦 维权储户打出的那个横幅上就直接指出了 他有通天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激怒了楼阳生 随即河南就派出了黑白两道的人马 对维权储户进行暴力镇压 那浙江帮也有军中的实权派人物 就是习近平的军中监军 中少军 这个人是长期跟随着习近平 在浙江在上海在中央工作期间 他都是习近平的贴身大秘 总体来说福建帮上升的势头比较强一些 而浙江帮就是负面消息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杜正认为福建帮与浙江帮最重要的权力争夺点 可能就在政法委书记这个职位上 王小洪看似是得势 有望执掌政法委 但是在浙江帮当中还有一个人很有竞争力 就是现任的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这也是习近平的亲信 陈一新2018年3月是被习近平安插到了政法委 成了监军的角色 这个时间和王小洪升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几乎是同步 陈一新架空了江派的政法委书记 就是曾庆红的表外甥郭升坤 政法委的日常运作都是陈一新的操盘 特别是政法系整风更是陈一新的运作 前不久陈一新在中共的政法领导干部 研讨班结业的时候表示 说最重要的要求就是 坚决听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 他用了让人肉麻的各种词汇来吹捧习近平 说习近平有崇高威望领袖风范 卓越智慧人格魅力等等 还说习是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等等 杜正认为 陈一新这些令人肉麻的吹捧就显示 陈一新正在发力 谋求二十大上尉 与王小红争夺刀把子的掌控权 不过中共多年累积的顾及正在集中爆发 内忧外患政权是朝不保夕 所以争来争去很可能到头还是一场空 杜正指出 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政权能走多远 苟延残喘到几时 因此中共内部的厮杀 包括习近平内部的暗战 都只是大戏收场前的表演 那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顺便说一下 我们明天还会出一期节目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